经常给大家测试软件 折腾电脑系统 又担心系统出问题想工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完全免费的虚拟机工具 Vitrobox的下载及使用教程 下载很简单 直接去官方就可以下载 Vitrobox支持Windows、Mac、Lunix系统 我也把最新的安装包打包整理 需要的回复Vitrobox 安装过程一直点下一步 安装完成 首先要下载一个系统安装镜像 大家可以去MSDN这个网站 点击操作系统 选择你要安装的系统 比如我这次安装V7 选择简体中文64位 点击后面的详细信息 复制下载地址到虚拟雷即可下载 下载完成是这样一个文件 打开软件 点击新建按钮 创建虚拟机 有向导跟专家两种填衙模式 一般选择向导模式就可以 名称随意 文件夹就是虚拟主机的安装目录 建议选择固材硬盘分区 虚拟光盘就是刚下载的系统进降文件 点击下一步 用户名密码这边随意输入 其他选择这边不用管 硬件可以分配内存跟CPU大小 大家根据自己的电脑配置选择 也可以默认 点击下一步 虚拟硬盘推荐默认 点下一步 会显示配置信息 确认没有问题 点击完成 开始安装 安装过程跟平时安装原版的Windows系统 步骤是一样的 安装时间跟你的电脑配置有关系 一般不到10分钟 安装完成后 V7大约占10个机左右 虚拟系统文件是这样的 虚拟机启动后 可以通过视图的全屏缩放 或是虚拟主机的分辨率 调整画面大小 此时你就有了一个 独立的虚拟操作系统了 当然肯定也可以上网 窗口模式顶部也有视图 热键 设备台单 底部还有会计小图标 显示虚拟机状态 不用的时候 可以跟普通电脑一样 执行关机操作 需要的时候 在右键启动即可 在关机状态下 右键虚拟主机 还可以对虚拟主机的名称 系统 优乎界面等进行重新配置 当然只要你的电脑硬件支持 肯定也可以安装 多个不同系统的虚拟主机 如果大家在使用 VitualBox安装虚拟主机 或是虚拟主机 在实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留言评论 我也会在图视频 给大家解答